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王已经同意我娶你 你现在就是王妃了 我是王妃 对啊 我是你的王妃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这样的话 江嬷嬷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做什么做什么 这也太爽了吧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欺负嬷嬷了呢 王妃 王妃 你怎么了 王妃 表哥怎么了 他就是说 宝宝在赞 王妃 他说的时候 他就说现在是大事 他在这里 没想这一句话 他说我ordon 这一句话 他们说 放了 那你加小嗯 的 云兰国的九王大人 请你来一趟 还真是不容易 巫族圣女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 紫灵大人 云兰国与巫族敌对数百年 你我在此相见 不太好吧 请九王过来 是有笔交易要做 不知九王是否感兴趣 王妃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难道就只有衣服漂亮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穿在王妃宁的身上 所以她才漂亮 灵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啊 就爱说实话 比较诚实 走 我们出去嘚瑟嘚瑟 我现在是王妃了 我看谁敢惹我 好啊 走 见过九王 爹 丞相来了 看丞相红光满面 这是心情不错 与顾有小竹了几杯 倒让九王见笑了 顾丞相心情不错 可本王心情却差得很 这 如今我三哥回来了 顾九妖又立了大功 父皇很是器重他 这确实有些难办啊 难办 顾丞相 这是要换个阵营了 九王明鉴 下官对九王可是忠心耿耿啊 要不然也不会把心爱的小女儿交给您啊 王爷 我爹和三王一向不对付 怎么会为他效力啊 顾丞相 本王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不要当真 不过 想要扳倒我三哥 还确实需要下一番血本啊 参见王妃 你们来干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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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嫂 嗯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安 别碰我 你推我 你个小逆子 你竟敢讹我 住手 表哥 顾九王 你干什么 王妃 我家主子自幼体弱多病 就算您看不过他 您也不应该推他呀 难道你想摔死他吗 顾九王 你赶紧把我妹妹 扶起来 扶就扶 啊 星条 你干嘛呀 第一 我没有推他 第二 你刚刚看到的 我只不过是想吓唬他而已 第三 我若想惩罚他 我直接推倒就是了 我干嘛用那些伤不了台面的伎俩啊 九王 你给我滚出去 滚就滚 表妹 这个没良心的 我救了他两次 他居然为了那个心机表 这样对我 王妃 你不准替他说话 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说谁忘恩负义呢 怎么了 王妃这是吃醋了 吃醋 谁吃醋了 那本王怎么闻到了醋意大发的味道啊 你少在那儿自以为是啊 是吗 本王今天 就偏偏要自以为是一次 本王今天 就偏偏要自以为是一次 就偏偏要自以为是一次 好 好了 照顾好王妃 她刚刚却 是 那 本王就先走了 老娘的手艺真不错 真羡慕这个煞王爷 娶了这么好的媳妇 看在你认错的态度 还算好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还有你那个臭表妹 虽然有些可恶吧 但她是表妹 我就是表嫂了 我这个人贤良淑德 才不跟你斤斤计较呢 太医都给你看了 你没什么事情 谁说的 谁说的 我现在可难受可难受了呢 我是真的还有急事要去处理 你是急着去见那个狐妹子吧 怎么说话呢 那可是你皇嫂 王妃到 你怎么来了 王妃亲自做了糕点 特意送来给王爷和郡主品尝 是吗 是吗 王爷 您要尝一下王妃的手艺吗 我 她不知 这是本王的王府 所有的东西都是本王的 我就吃 到底是吗 literature 老哥 晴天天际不来 老哥 晴天天际不来 表妹 给你 她不吃 我给他的关你什么事 我说不吃就不吃 表哥 描算也是一番好意 王爷 王妃还没有回来 要不要派人 不用 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夫 这没办法了吗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晓晓 娘一定想办法给你治好 别难过 妖儿 你可算来了 妖儿 你可算来了 爹都快急死了 妖儿 求求她吧 姨娘求你了 她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晓晓一早醒来 眼睛就看不见了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大小姐 小人刚已经给二小姐看过了 她种了一种特别奇怪的古术 破解之法 只能在您身上寻求 我身上 听闻大小姐天生一双蓝头 我观察了好久 正是了传言所说 所以将您的蓝色眼睛给二小姐 她就能恢复视力 也能让她免受污毒之苦 而您呢 也能恢复正常眼睛的阴色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之幅 我为何要帮她 我现在已经不是顾家人了 妖儿 一定求你了 都是一秒一前的不对 你现在打我 骂我 都不都行 求求你 求求晓晓吧 老爷 您倒是说句话呀 五九妖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她毕竟是你的同胞青妹妹 你看她现在多可怜呐 哎 我狠心 当初我被逐出府 无家可归的时候 谁心疼过我 谁可怜过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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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 你 我 受不了啊 救药 爹 以前对不起你 师爹错了 爹 给你跪下了 爹 爹 求求你 救救你妹妹吧 我给你磕头了 哎呀 丢救你妹妹吧 我给你磕头了 幼儿 你能求你了 幼儿 你们何曾这样喂过我 你去吧 怎么样晓晓 能看到吗 晓晓 爹 娘 我能看见了 能看到了吧 太好了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娘 我能看见你了 我走了 我给小姐 我能看见了 老爷 我能看见了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太好了 看见了 看见了 太好了 你还得多睡大夫 你没有时候回春呢 怎么 九王大人想通了 你不就是想要得到顾九瑶的真理吗 我可以试试 合作愉快 不过你答应我的 要尽快帮我实现 我可以试试 你 molt 有 grieving 这一家人还真是有意思啊 我终于找到了这双眼睛 接下来有好戏看 九妖 你醒了 你没事吧 那就好 放心吧 都过去了 我先去帮你熬点粥 补补身子 你等我啊 我三公子 都会变成了 一路 表哥 去哪里啊 你怎么来了 这是什么 我也要喝 等一下 这可不是给你的 表哥 你都好久没有陪我去放风筝了 你看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去放风筝吧 他是我的 你给我离远点 王爷 大王要您进宫一趟 在这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不好了 顾丞相被打入大牢了 王妃 你 我们是 我已经不是顾家的人了 当初我被逐出顾府的时候 还有一丝希望 时常想念那里 可就在前些日子 我才真正发现 我已经不属于顾家的 那里 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进去吧 进去吧 这不可能 我看见时光 只剩出的花 你转身你还在 月底的脑 我 照顾对线那年 细下 痛也无际的 神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